整个社会是善良的 尤其是当你会发觉有个别的人 比较邪恶的诅咒 像德不配为这种话以外 马上被整个社会的善良给掩盖过去 四方各面 自动自发的救援也好 捐善款也好 各种关心从政府 从中央 一直到各地方 民间团体 主动自动自发的去关心也好 几乎在我们社会每个角落 都有同舟共济的一个概念在 尤其我们邻近的国家 尤其是日本 这个最近我最惊讶的就是 有一位网友 他自己跑到日本去玩 都可以收到善款 自己去观光的时候 都可以收到善款 这让人非常感动 台湾其实 在平常我们论政治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我们政治 斗争非常激烈 你来我往 可是当有这样子的灾难 从两年前台南的灾难 在之前高雄的灾难 一直到现在 现在花莲的灾难 其实每一次都展现出我们 整个社会的温暖 所以说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虽然有个别的事情 我们先不论它 可是整个社会对这次救难 你会发觉循序有进 不论救难的 救人的 以及所有社会对这件事情 从开始到末了 这一个的关心的那个热度 你就会发觉到 其实我们 不需要去求助于别人 我们自己 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同胞 很可惜的 这一次其中有几个稍微 非常让人突兀的一些发言 包括花莲地方政府 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它嫌钱少 这个在救难的当头的时候 这个会让人觉得 这个实在是 因为灾难善款 是没有多寡的问题 人民没有一个 会不去关心这样子的事情 就嫌善款太少 其实大家期待的是 你如果有一个 非常好的重建计划出来 拿后大家就会认为 那个重建计划 政府应该支持 拿出来更多的钱来 这很简单 比如说你说 我们现在重建那个房子 或者我们安置灾民 需要15亿 需要20亿 你现在只拿了7亿 我相信那个社会的全款 会相当多到 就像赖清德当时一样的 我们已经够了 就谢谢大家 就不必要再继续来捐款 这个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台湾不会 我们让任何一个角落人 孤独 他受到灾难 没有人去顾倒 或者是没有人去安慰他 所以不乱是 每一个体系都动起来 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专质的 中央的救难单位 可是你会发觉各单位 其实经过几次灾难的 这一个 其实搭配得非常好 民间跟官方都搭配得非常好 媒体也是循序有进的 每个人都非常规矩的 几乎看不到任何救难的缺点 除了遗憾的事 还是有十几条性命 往生了 这一点我觉得事后要去检讨 也就是到底为什么 每一次都是地震 每一次什么人 都是楼房压倒一些人 而且特别是旅馆的楼房 老是要压倒一些人 这些我觉得 在事后可以做一些检讨 可是整个救难的过程 显出台湾是个文明 温暖 这一个社会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感觉到 受到鼓舞的 17个离难的当中 来自于中国籍的 就有9个人 不只是台湾的救难大队 在第一时间 他们深感到抱歉 没有救出你们 因此在决定撤出大楼时 民敌向罹难者来鞠躬 不止于此 来自于国际的救援当中 我们说这一次日本 也派出了这些 比较精密的机器的相关人员 那么来到现场 日本搜救队呢 其实在上周四 他们派出有7个人团队 来台支援 云门萃蹄 大楼的救援工作 因为这一场大楼 那几乎救援工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看一次排开 来自于日本的温暖 他们支援36小时之后 结束任务 而昨天早上离开了花莲 离开时 日本的这些 特搜队的人员 他们还列队 向有多名 罹难者的云门萃蹄大楼 脱帽默哀 致意并且鞠躬 场面令人感动 日本的外务省的相关的人员 他们在日本的311大地震时 曾经日本得到台湾同胞 非常大的支援 而他们今天依然是非常感念 所以以具体的行动 来支援台湾 好 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 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支援当中 日本展现他们的实力 展现他们的温暖 而我们的搜救大队 更是处处发挥他们的专业 来 王定宇 我两年前在维冠旁边待了七八天 那维冠有115条人命 附近的归人有两位罹难 我们的房子倒了一千多栋 从东区的大制市场 维冠 仁德 归人 甚至于官庙有一条路 一百多户都垮了 一直到新化 到预警国中 我为什么现在想这一块 你在灾区待过的人 尤其待得够久的人 你看到这些都会有情绪 我到现在 这个新闻我坦白讲 有时候看到我就转走 我也不让我孩子看 就是 就在我家隔壁发生过 所以我可以体会 花莲的 现在正在里面的人 你还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从这个情绪走出来 我们当时 一千多位锦销 义工 特收队 军人 民间的人士 煮饭的 围在赵区区的时候 大家心里就有个念头 还有没有人在里面 可不可以把他带出来 然后这些人以后怎么办 我们常说好累哦 但是我们至少我的家人 还在家里等我回去 那时候也是过年 我还有家人在我家里 在家里等我回去过年 那这些埋在里面 外面的人 是在等一个消息 所以那时候大家不敢讲累 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也是整队 跟现场说抱歉 所以我看到 不管是国际来的 像日本的这个队伍 或者我们国内的 一个一个的救难队 再离开现场 向那个房子鞠躬 哇那是一个 我没办法形成那种感觉 那是一个交代 我应该来 我来过了 抱歉我做不够 所以这些人都是英雄 你看到台湾面对 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 那个立即的凝聚力 立即的动员力量 人家说民主是没有效率的 面对独裁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会散沙一片 错了 当重大灾难来的时候 平常那条界线很分明的 你说那是政党 蓝绿或者族群 都不管 那都不见了 而且不需要命令 不像独裁国家需要命令 有的穿着装备 就跑到地点去集合 有人趴到东部的交通 会塞住不方便 提早半夜就走 军方在45分钟之后 就开始调派救难部队 进到现场 总统做该做的 一个地方的异销 做他可以做的 那个迅速的动员力 跟凝聚力 谁说我们的国家弱 谁说我们国家 没有卵实力 谁说民主的国家 就一定是毫无效率可言 我们这样面对 这样大的灾难 我们这样救灾的能 呈现的那个动员能力 事实上是国际上都动容的 你去比较尼泊尔的大地震 比较汶川 灾难受损 大家都一样重 人命一条跟一万条 都是一样重 但是呈现的 救灾的能量 跟指挥的力量 所以除了展现凝聚力以外 我发现我们台湾是有能力的 我们除了日本那种高阶的探测 也没有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我们下次就编预算来买 除了那个没有以外 我们该有的能力 技术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从演艺界 从心理諮商师 社工师圈 甚至于先跑到现场去煮热食 我这几天夜市不做 去现场提供热食便当 捐助金钱 特种车辆 加上民间的 易销救难大队 紧销特收队 国军的部队 我们呈现的是面对一个 没有 这比演习还要突然 半夜发生 我们呈现的是这样的能力 我们也许 恨自己没办法多救一个人 但是 请大家看看自己 台湾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这国家充满了正能量 我们充满了进步 也充满了技术 而且互相是可以合作在一起 越过平常宗教 语言 种族 政党也许不一样 在国家有难的当下 同舟共命 我们是做得出来的